公讀圣怒架福音 献上祭品 一对斑溝或两只初甲 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个人 名叫西麦安 他正义献成 等待着上主安慰以色列的时期 以圣神也在他身上 他曾得圣神启示 知道自己去世之前 必会看见上主的基督 所以当他受圣神的指引 来到圣殿时 就遇上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 要按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 于是西麦安商手把婴孩接过来 赞颂天主说 主啊 现在可照你的话 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了 因为我已亲眼看见你的旧恩 是你准备好吸万民看见的旧恩 这启示二邦的光明 是你指闻以色列的荣耀 婴孩的父母听到关于他的这些话 十分惊讶 世麦安祝福了他们 然后对他的母亲玛利亚说 汗 这孩子被揀船 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再起来 也是人们反对的目标 且又一把利剑 将刺透离的心灵 因此揭露了许多人的心思秘密 上主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